你們是怎麼樣用這個添加物 你要不要說一下 到底是用哪些添加物 生產問題熱狗火腿培根的 跆拳熱狗火腿行 黃信老闆的女兒兼會計 付訊後以十萬元交報 走出地檢署時 面對媒體追問 用外頭遮臉快步離開 明明員工露出不耐煩神情 拚命用手擋鏡頭 黃信負責人則是無包請回 下午被帶回地檢署偵訊時 面無表情面對鏡頭相當沉默 一句話也不回應 士林地檢署接貨檢舉 位在內湖的跆拳熱狗火腿行 竟然在熱狗火腿和培根 添加非食用級的化學原料 原料包裝上英文字母清楚 標示Lonful Grid 裡頭裝的是不能食用的 亞硝酸鈉跟硝酸鈉 有大量劇毒通常用在漂白劑 以及斬料等用途 而且包裝上還畫上骷髏頭 警告誤食會致命 根據台北市衛生局公布資料 台全被查獲的違規商品 分別是今年2月28號前 產製的火腿跟培根 以及9月21號前 產製的熱狗產品 總共回收封存577包 每包重量是1公斤 剪掉兵分奪路搜索 查扣到亞硝酸鈉和進出貨單據 但有多少問題食品 被民眾吃下肚 恐怕也是檢方給予 離勤的重點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稍等 谢谢大家